怎么战斗力增强了那么多 变形联盟 你们的末日到了 姐姐姐你终于醒了太好了刚才把我吓坏了 我我刚才突然感到一阵头痛然后就去到了一个奇怪的地方在那里有个会说话的东西一闪一闪的不断散发着光芒奇怪的地方 那是虫王的意识海因为共鸣你进入了他的精神领域而那个一闪一闪的就是虫王的玉 玉那是什么 基因石是古兰星人的智慧结晶也是浩肯星文明诞生的起源通过基因石改造的生物体内都会产生玉 你们可以理解为一种数据化的人格是驱动巨大身体的精神力量 那姐姐刚才昏迷跟虫王的玉有什么关系呢 海梦出生时就得了一场致命的怪病 当时研究昆虫基因的海洋博士和我正讨论着改造后的小虫王 如何剥离基因石对他的反应 意外发现小虫王的基因可以治好海梦的病 是爸爸 海洋博士旧女心切 擅自用小虫王的基因治愈了海梦的病 可是却让海梦的体内残留了小虫王的玉 所以海梦可以跟虫王的玉产生共鸣 刚才虫王的玉增强了 海梦承受不住昏迷了 我尽力降低了海梦所受的影响 我猜一定是有人在背后说我坏话了 海洋博士 爸爸 我们正准备赶过来 海洋博士就找到了我们 爸爸 我 哎呀 海城长高了那么多 你太棒了 现在爸爸回来了 没事了 老朋友 怎么连你出马都搞不定了 情况是有点失控了 海梦 看来让你受苦了 爸爸 没关系 你回来就好了 嗯 就要是有点失控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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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况有点糟糕 现在的虫王很难对付了 聚合基因石被启动了 看来 你也会为了孩子做这种傻事 这些年来 我一直观察着虫族 为的就是研究 怎么剥离基因石对改造生物的影响 制止虫族对人类的伤害 还有 怎么让海梦脱离虫王的 玉的影响 这也是我的私心 那你研究出结果了吗 还没有 现在 虫王吸取了那么多能量 战胜他的几率很低 只有通过海梦进入虫王的狱 才有机会压制虫王 但这样太危险了 海梦他 当初为了救海梦 我做了傻事 为了不伤害他 我让你放了虫王 我想现在我们 有责任阻止这场灾难 对吗 海梦 爸爸 要能保护我们的家园 要我做什么事情都可以 嗯 爸爸 姐姐 附西威 你帮我打开聚合基因时的程序 我送海梦进入虫王的意识海 海梦 你准备好了吗 嗯 嗯 超变战神 尽量牵制虫王的行动 嗯 嗯 啊 啊 啊 一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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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他 终于带住你这只虫子归岸了 海蒙 你准备好了吗 怎么又是你 嗯 是我 我是专门来找你的 找我 我们不是朋友 你为什么找我 你造成了很多破坏 你不可以再这样了 我 我造成破坏 不不不 我很害怕 我只是想找到一个可以安家的地方 但他们会伤害我们 原来他内心是很害怕的 你放心 大家不会伤害你的 可是你为了建立自己的家园 却破坏了其他物种的家园 让其他物种变得无家可归 是我让你们无家可归 嗯 其实 如果你愿意 我们不同的物种可以共同生活在这个美丽的星球上的 呃 你说 我们可以共同生活在这里 嗯 我们还可以做朋友 嗯 好吧 但是 我现在应该怎么做呢 你只要放弃攻击 我们可以重新开始 一起守护这片美丽的土地 谢谢你 嗯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海梦 海梦 嗯 我知道怎么做了 你以后不再需要他了 谢谢你 海梦 我的朋友 海梦 海梦成功了 赶快击倒他 超变战神斩 unfair 小羽 姐姐怎么样了 海蒙 你真棒 我们成功了 我要把虫王和聚合基因石带走了 你不能带走他们 我要带你们和基因石回浩凯兴 你看看你自己 都到这种地步了 还想着带走基因石 你还是省省吧 我 我们还有 还有殲 殲灭者 糟了 终于到手了 解灭者 你想干什么 古尔达 当你手下非你指指点点的我早收够了 现在看看谁才是老大 你这个叛兔 有了这个基因石 这个宇宙就是我的了 连微灯都奈何不了我 你 腹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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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早就应该铲除你这个卑鄙之人 哈哈 又是你 腹心威 你现在连是否能在我眼皮子底下逃走都说不准 还说这些废话 我要你马上离开聚合基因石 我已经看见你怎么操作基因石 这次我要狠狠地击倒你 你认为这样的攻击还要用吗 麻烦了 解灭者 好像有点不对劲 因为他太贪婪 想完全吸收聚合基因石的能量 可是他的身体根本不可能承受得住 竟然有那么强大的能量 聚合基因石是普其威和我通过镜像复制原始基因石改良而来的 蕴含的能量远远超过原始基因石 普其威担心聚合基因石被浩恳星人发现 所以将它藏在平溪式的平行空间缝隙中 没想到 你想找其他物体来帮你分担体内的能量 休想 你当不住我 你当不住我 父亲 父亲 终于舒服了 没想到这个夜光体内有那么多重兽的能量 居然还可以跟基因石的能量融合了 糟了 夜光是吸收了所有重兽的残余能量孵化的 现在竟然给机密者投化了 有了这个身体 我就能完全控制基因石的能量了 我已经迫不及待 想让你们感受一下我现在的力量了 父亲这样太冒险了 狐狸师 我们一起去帮忙嘛 神经手说得对 我们合体吧 狐狸师 来吧 好吧 变形联盟 挑变合体 优优优独播剧场 抄遍战神 父亲 抄遍户尔达 长官 你现在的集体状态是不可能跟他对抗的 我 我一定要打败他 那就让我随你一起战斗吧 你 你说什么 在跟随你的日子里 你让我认清了自己的价值 你并没有随意摆布我们这些低级战士 你好好在这儿休息吧 长官 我不可能活着跟你回好肯定了 就让我的能量和躯体 继续跟你一起并肩作战吧 见他 你 你 超级普尔达 剑塔 谢谢你 剑塔 谢谢你 你认为你夺了一个金石就可以打败我 无论你变得多强大 为了宇宙的和平 我们变形联盟一样可以消灭你 想消灭我 那你们可要先问问他们 想不到我们会变成同盟 我一直坚信 只要我们心存正义 终有一天都会站在一起的 你不要误会了 解决了这个叛徒 我还是会将你们押送回浩肯兴 把一切搞清楚的 那就等我们打败歼灭者再说吧 波尔达小心 哎 卡 炒面战神斩 看来我还是小看你们了 虽然已经身受重伤 却依然保持这样的战斗力 非常不错 这样我才不至于太过沉闷 解决灭者 你少废话 赶快交出金石 波尔达 你急了 难道你也想拥有我这样的力量 不可能 你现在不交出金石 一定会后悔的 我后悔 我后悔当才没有给你们玩钢刺激的 这种感觉实在太好了 我拥有无穷无尽的能量 这几个家伙 单一个出来都难以应付 现在一起出现 更麻烦了 波尼氏 我们相信你 在你的领导下 我们一定能战胜他们的 对啊 几个手下败将 算什么 我们变形联盟 永不退缩 谢谢大家 好吧 就让我们再次狠狠地教训他们 你们话真多 波尼氏 没想到你会认怂 我才不认怂 不认怂 我们来个比赛 看谁能最快消灭他们 哼 那你准备好认输吧 弟弟 同时得到所有重兽力量 变为强大的终极形态 连普希威也无法阻止他 为了与终极殲灭者对抗 福尔达和剑踏合体 成超级福尔达 与超变战神联手 共同抗敌 终极殲灭者 再次召唤众多重兽迎战 爸爸 超变战神会不会 依他现在的状态 只能期待有奇迹出现了 那 岂不是有很大几率战败 特性对各小组注意 调动全体火力 准备协助变形联盟 是 比较多重兽 准备协助变形联系 小组 大颜 小组 大颜 小组 大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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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 哥哥 叉变战神斩 哥哥 你现在怎么样了 难怪崇祖的行动一直没有成功 根本就是一群没用的家伙 古尔达 一开始你还指望崇祖 打败变形联盟和普其威 这就是你今天失败的原因 普尔达 当初你对我指指点点的时候 有没有想过会有今天 全体攻击 又是你们这些低级生物 好 我就让你们全部灰飞烟灭 我一定要保护大家 一定 能做到 变形联盟誓死保卫人类 我们 是不会让你伤害我们的同伴的 那你们就一起变成灰烟吧 那你们就一起变成灰烟吧 强性不利势 抓住机会 野心联盟 超变合体 抄变战神 抄变战神 见面者有聚合基因时持续保持能源供给 再这样下去 变形联盟一定支撑不下去的 那 爸爸 怎么办 你快想想办法 对不起 海诚 我现在也无能为力 其实 其实还有一个办法 不 不过很冒险 你说什么 你还有办法 基因时就像一台超级机器 它能输出强大的能量 但这些能量 都是它经过百万年吸收宇宙中的能量储存起来的 你是想让聚合基因时反向吸收能量 只要打开基因时的反向矩阵 它 它就会吞噬周围一切的东西 能量越高的物体 是它优先吞噬的目标 对呀 这也让你想到了 可是 有可能会造成失控 到时候连地球也会被它吞噬 那怎么办呢 难道我们这个世界就要灭亡了吗 老朋友 你之前不是把聚合基因时 藏在了空间缝隙中的吗 你再次将它传送进去 不就脱离这个世界了吗 对 对呀 只要让超边战神和普尔达 在空间裂缝中牵制住歼灭者 我在里面打开反向矩阵 就能消灭歼灭者 你只要传送我们进空间缝隙 其他的由我来处理 你明白吗 进去了很可能就会被基因时吞噬 你也回不来了 你看你现在这个样子啊 我担心你完成不了任务 但是 不要但是了 我不会再给你机会 在耳边吐槽我当年 用虫王基因救海梦的事 说实话 你有时候比我老婆还啰嗦 爸爸 爸爸 不要啊 唉 海丑 你长大了 好好保护姐姐 相信我 我一定会回来的 爸爸 虎其威 准备好了 嗯 超边战神 朝廷普尔达 我们一起送这个大块头一程 嗯 你们又要搞什么花样 你不是一直心心念念基因史吗 现在 我成全你 让你成为他的一部分 没有 这个卡塔的不要 你怎么会 是他干的好事 你到底做了什么 为你办了一个欢送仪式 再见了 超兴四元斩 基因师会优先吞噬能量高的物体 你们赶快解体 海洋博士 你可以重新关闭反向矩阵吗 一旦被打开 就会吞噬空间一切东西才会停止 那怎么办 我们也会跟歼命者一样的下场 让我试一下 或许我能让你们离开 你一定可以做到的 虽然我们并不是同一个物种 甚至来自不同的世界 但和平是我们共同追求的目标 我们是变形联盟 我们未来的一个人过去 目前给你 Campaig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